中国人确实聪明了 现在外国也承认了 到三年 纽约沈家甄居士 邀请我到纽约去奖进 那是我第一次到纽约 是第二次到纽约 第一次到纽约 他请我吃饭 就有一个当地 美国人 跟我讲 他是法师 现在我们西方人 对中国人的看法了 跟上一代的不一样了 不是怎么不一样 上一代的人 对中国人 其实 想不起 认为中国人 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 未开化的国家 现在我们懂得了 中国人很了不起 全世界 一个一个比 中国人低 居然是这180度的转过来了 接着他就说了 两个人 两个人比呢 犹太人低 三个三个比呢 日本人低 最后说了一句 封面话 你们中国人 为什么不团结 还是瞧不起中国人 肯定 中国人的聪明智慧 中国人的才干 瞧不起中国人 一盘散伤 不团结 拐这么大个圈子 来封刺中国人 我听了之后就笑笑 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嘛 我回答他 他问我 为什么不团结 我说上帝安排 他非常惊讶 为什么是上帝安排 我说中国人要团结起来 你还有饭吃 大家哄肠一笑 但是他这个话 很值得我们反省 中国人确确实实 自私自利 只知道自己的利益 不晓得有国家的利益 不晓得有族群的利益 所以今天受这么大的苦难 但是你要晓得 过去的中国人 跟现在的中国人不一样 过去中国人像现在中国人 这个国家民族早就灭亡了 你还能存在今天吗 那么过去的中国人 过去的中国人是团结 中国古代这个文学里头 没有团结这两个人 为什么呢 他本身就是团结 自自然而然是团结的 说团结他已经不团结了 才不能团结起来 他本身是团结的 那还有什么团结好讲呢 这话怎么说呢 中国自古圣先行 至少我们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 我们的教学就是团结 就是团结 我们的教育是能力教育 能力是教五人啊 夫妇 父子 兄弟 君臣 朋友 这中国人常讲的五人啊 五人就是团结啊 五人的教育 就是天然团结的教育 怎么可以分裂呢 父子怎么会分裂呢 夫妇怎么会分裂呢 君臣是道义的教育 朋友是信义的教育 所以他本身呢 这个教育从小就教你啊 是个团结的概念 观念 这个观念永远不会破碎 不见了 谢谢你们 我一直ается在里面 找一路 有一路 一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